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 如果家主知道盗贼何时要来 他必要醒悟 绝不允许自己的房屋被挖穿 你们也应当准备 因为在你们料想不到的时辰 人子就来了 伯多禄说 主,你讲的这个比喻 是为我们呢?还是为众人? 主说,究竟谁是那中性及精明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补 按时配给食粮 主人来时,看见他如此行事 那伯人才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要违拜他 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 如果那个补人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然迟来 他便开始拷打补币 也吃也喝也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觉的时刻 那补人的主人就会来到 必要铲除他 使他与不幸者 遭受同样的命运 哪知道主人的旨意 而偏不准备 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补人 必然要着受拷打 哪不知道而做了因拷打之似的 要少受拷打 给谁的多 向谁要的也多 交托谁的多 向谁说取的也格外多 请不吝点赞订阅